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短午节快乐 短午节今天这一天天气非常的热 我现在在南部 那大家都出来玩了 想跟大家在短午节分享一下 天气这么热 在拉二虎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第一点 二虎它本身就跟我们人的感受是相同的 我们遇到热是很受不了的 尤其是这种天气 现在室温如果你不开空调的话 至少都在36度以上 那基本上木头跟蛇皮 它都会热胀冷缩 那这个热胀冷缩 如果说过度激烈的话 声音是会改变的 例如木头太热了 脏开 那脏开之后它的尺寸会改变 所以大家都知道 琴筒 它是六块木板拼凑而成 那六块木板如果说尺寸改变了 必然的它会造成一个大小不合的情况 所以就会容易脱胶 所以这种天气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说琴筒 看看夹缝处 焦合处会不会因为这么热 过个明天或后天 你发现琴筒会有点裂开 那这种裂开也是因为气候所造成的不可避免 那裂开没有关系 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我们再用维修的方式把它复原 对声音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六块木头 焦合而成的 另外蛇皮的部分 蛇皮它也是肋脏冷缩 那蛇皮脏了 琴筒也脏了 也就是跟我们原本在室温底下 制作时候的蛇皮松紧度会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天气二虎的声音 会觉得有点紧绷 或者是发燥 反正就是声音跟原本你在天气舒服的时候 声音会不一样 这也是正常的 那这种状态呢 原则上你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要开一下空调再拉皱 那这样声音会慢慢的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万一是在户外演出啊 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大太阳底下 因为我们木头的乐器本来就怕晒 那再加上蛇皮它热脏冷缩 它会影响原本声音的一个状态 会影响很大 所以演出还是尽量能够遮遮阳光 或者在室内有空调的地方 对二虎本身来讲是比较好的 那万一呢 那这些状况都无法避免 那就是建议说在大太阳底下的演出不要太久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旋啊 二虎旋跟二虎宫 还有松香 同样的会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 造成一些变化 像二虎宫 它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它要边调整 那二虎宫的感觉也会跟原本使用的手感不一样 宫毛也是宫毛上的松香 大家都知道松香怕热 遇到热的时候松香会黏在一起会结块 所以热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照 因为松香结块了 再来是旋 二虎那两根金属旋 同样会热胀 冷缩 这么热的天气 它一定会脏 脏的比原本长 那比较长的时候 旋变长了 声音变低了 所以琴拉一拉 声音会一直往 觉得走音的低了 一直低了 那你就一直调音就对了 一直到你的琴相关的配件都适合当下的温度 那你的琴就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底下可以演奏 没有问题的 所以原则上这些都是天气的我们会遇到的状况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不用介意 反正就是要调整要整理 那一样的 如果能够在室内开个空调开个冷气 那这样对二虎来讲其实是比较好 还有既然乐器这么热 人这么热都不舒服的话 所以建议大家二虎不要放在顶楼 顶楼太阳晒的最热的地方 尽量不要放二虎 因为那边的温度 就算平常没有到36度 其实也都在3637了 那所以闷热会让二虎的琴筒尺寸 热胀冷缩变化太大容易脱胶 那再来就是蛇皮 那也会过度的紧绷 音色会发燥 二虎弓松紧也会改变 二虎的松香会沾黏结块 二虎弦本身也会热胀冷缩 造成音准很不稳定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么大热天需要注意的 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拜拜